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藏律师栏目 在9月25日美国洛杉矶的海关和洛杉矶的移民律师们开了一个会 海关向移民律师们传递了几大入境的须知 而当时藏狄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藏狄凯律师就在现场 今天他将把他的所见所感和所想和大家分享 我们来听听藏律师的详细的介绍 藏律师你好 大家好 藏律师 海关和律师开会这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有很多很多 第一点是他们的这个director又有不一样了 所以一个新上任的这个director 所以我们这一次亲自去见他了解 那当然他不是对移民完全没有概念 那上一个director他是第一次来学移民的所有东西 所以上一次我们的meeting我们有交了很多 那这个海关呢 他已经在这个inemissivity部门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熟悉 所以呢 这一次传达的这个信息其实是非常准确 那么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这个这个海关几乎要变天了 疫情2020年21年22年所有的机场 land border其实都是比较用放松的一个状态 让你持有绿卡人没有回来美国的人都是比较松 没有罚款或者是有的时候进小黑屋也没多问 就入境2020年21年 从21年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会变得比较严 21年22年现在到了24年 这个时候新的这个主任 其实对于这个疫情离开美国的这个原因 其实早就已经不接受了 早就在2021年 他们就说完全不能接受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就离开美国很久 过去这几年我们看到有些机场有些海关 他们对这个事情是比较松 有的时候两年三年四年还是成功入境了 有些人是付罚款 有些人没有付罚款 有些人是被进小黑屋 有些人是被叫deferred inspection 然后之后再拿回来 但是很明确的 现在这种relaxed standard已经有所改变 看到了很多绿卡人士 入境美国就会被这个绿卡没收 去叫进这个小黑屋 然后再来就是去这个deferred inspection 或者是绿卡没收 然后要去法庭 这些事件和海关沟通了很多 海关他们有很大的这个权限 然后他们也是一直强调 你为什么离开这么久 为什么是temporary reason 你都离开美国超过一年 光一年他们就想要听很好的解释 更不要说两年 更不要说四年 更不要说以上的时间 so 对于任何绿卡人士 人在国外的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的准备 然后最好是准备就留在美国长时间 你要是打算入境美国 然后短暂的十天十五天就想要离开 you're taking a big risk 因为要是绿卡没收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next appointment 可能都是一个月以后了 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严厉 谨慎需要去处理的一个事情 我们做很多这方面的这个类别的案子 所以我们和这个海关 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 想要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 张律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经常听到您说 帮助很多滞留在美国境外的朋友 成功的回到美国的故事 既然海关都已经驱炎了 那么您觉得您在未来办案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思路会改变吗 我们还是保持一样的思路 但是准备可能就会稍微不一样 所以同样的还是要解释 为什么离开美国 这么久 为什么要准备证明 美国确实是你的家 这两个是跑不掉的 不过如何准备这两个 然后以前我们可能一年会用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可能会想要一年 需要两个原因来证明 为什么离开这么久 尤其是你是2021年离开美国的 那疫情完全不能解释了 那你为什么之后离开 然后又离开这么久 所以准备文件这方面 一定要更加的去专注 否则你真的不知道海关会怎么样去看待你的案子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张律师 之前您经常说到 有很多绿卡持有者在入海关的时候 被质疑 甚至是被吊销了绿卡 那对于这些绿卡持有者来讲 如果他们要入海关的话 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这一次海关说他们喜欢看原件 并不是说所有东西你一定要带原件 但是你尽量带 对于持有绿卡的人来说 我为什么需要带医院的文件 或者是 或者是我的我母亲的这个病例 或者是这个报税单 很多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带在身上 或者是全部都在手机里 但是对于海关来说 他们不是只是面对你一个绿卡人士 他们是看TN visa 他们是看其他B1B2 visa 其他身份的人 见到海关的时候 当然第一是毕恭毕敬 对不对 第二是他们需要有文 这个original document 你的原本的申请797批准信 他们是要原件 他们不喜欢看复印件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是警察 很多都是可以伪造文书的 所以他们喜欢看原件 那么对于绿卡持有者 离开美国比较久的原因 然后现在重新入境 你就只是凭一张嘴 或者拿着你的手机 对他们来说 你让他们的job more difficult 更困难去审核你 你是真是假 对不对 他相不相信你 他喜不喜欢你 所以要是你可以准备好的文件 是真的是有盖章的 你在美国的library card 你在美国的这种信用卡 你在美国的donation 你在美国的这个报税记录 你有然后是这种原件 然后是签名的 任何这些都会有加分的 这个可能 至少我们代表客人 9年离开美国 10年12年 我们是把全部的报税记录 这个全部印出来 然后这个transcript 从IRS也准备 然后美国任何的东西 照片什么都是直接拿上 手上他可以直接拿来看 他不需要翻你手机 海关知道大部分的人 不喜欢别人翻他手机 对不对 没有人喜欢海关去翻手机 但是你要是不给他一个option 他必须要翻你手机 那他也不想要当坏人 但是你东西全部都准备好 是original document 然后你又可以解释得很清楚 你可以look the part 对不对 他问你什么 你是绿卡持有者 你应该会英文 你是怎么样拿到你的绿卡的 你可以解释得出来 你在美国在哪里工作 你的薪水是多少 类似这些问答 你应该是可以 当然他们不会 invade你的这个privacy 但是你回答不出来 你是逼他要去invade你的privacy 去多问 所以这一次和海关沟通 他们是非常强调 你要是可以bring original documents 那最好这个是他们最喜欢看到的 而且最好是亲自回答 而不是只是 你只是把一个这个纸 然后你写了所有的回答 然后给他们看 right 你不会说英文 那你可以请个翻译官 right 或者是海关 会找一个翻译官给你 不过你最好是要 可以看着海关自己回答 这是他们最想要看到的 张律师给我们感觉 您是个特别喜欢参加会议的人 不管是有关移民大会 还是说什么其他的会 还有海关大会 想请问您 有关这个海关所透露的信息 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在网站上看得到 为什么您要花那么一整天的时间 或者说是更多的时间 去参与这些会议呢 去开会讨论问题 然后讨论如何解决问题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讨论完有些事情是无解的 但有些事情是可以解决的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那解决的方案 你要是不参与 那别人也会去发明 也会去解决 然后可以再交 但要是他们的解决方案 其实是不适合你 或不适合你的客人 有的时候还会变得更不好 所以你要是想要 be a part of the solution 你应该要参与 所以常常在这种会议上 并不是只是海关他们说 我想要讲什么事情 你们全部听命 然后写记录 然后我们只能 只能听他们命令而已 常常在这些会议上 是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海关他们每天要面临 四万五千多人 五万多人入境 面临这么多非移民 移民非法公民 但是又丧失公民 然后又回复公民的 各式各样疑难杂症 他们对移民的认知 又非常的少 非常少的training 那碰到这些问题 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不想犯错 不想要被告 他们也想要当好人 他们才去当警察的 但是他们又不能 让坏人入境 所以在这种一个安全的 一个meeting里面 他们可以看 二三十个移民律师 他们有任何问题 请教我们 我们当场去教他们 并不是说 每一个移民律师 都全部都会 对不对 在场的二三十个律师 很多人不知道 NA3是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 V visa是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 是S visa或P visa 但是在场的 二三十个律师里面 几乎所有移民的事情 都可以去解决 所以在这一个团体 这个机构里面 整个AILA American Immigration Lawyer Association 他们派过去的 这二三十个律师 去和海关沟通 海关不会的 我们帮他们 我们客人面临的问题 我们去询问 然后要是真的 有什么特别的案子 发生了 需要解决 我们彼此都有 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 可以直接联系 然后去解决 因为大家都是想要 把自己的工作 做得很好 这个就很像很像 其他国家 是做应酬的概念 有些你真正办公的时候 你不能做普通的事情 所以你在应酬 去解决问题 但是在美国 这种行业里面 不是走应酬 走关系 而是用这种 association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对 一群二三十个律师 一起派过去 海关他们也派 他们的团队 这样子过来 然后我们一起讨论 现在2024年 疫情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绿卡人士该回来的 很多都回来了 但是还在国外的 那该怎么办 海关会不会放弃 逼别人放弃绿卡 他们会不会 逼他们去上法庭 他们会怎么样做 他们解释 他们的这个论点 我们一起讨论 所以在场 你就可以去解决方案 你就可以把客人的情况 直接去问 然后了解 他们现在的做法 然后大家一起准备 对不对 为的是整个美国好 为的是他们的工作 也比较轻松 然后为了是 也是让我们客人 这个咨询也比较清楚 所以到场去了解 去figure out 去培养这个关系 去一起solve这个problem 这个是没办法代替的 AI也不会代替 只有人跟人之间 一起讨论问题 才可以解决的 嗯好 今天非常感谢 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 张迪凯律师 和大家分享 近期海关所 透露出来的重要信息和变化 好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